像这个学生家庭调查表 如果用表单形式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打开来就像这个样子 这个是表单精灵所做出来的 主要的不同就是说 你打开来之后 原来这个资料是像表格一样的一个呈现方式 那表单精灵做出来的话 类似像这样 就是说开起来的话 你可以再去做一个调整 像这个地方的话 学生健康检查表 你可以按照它的一个编排方式 把它做一个重新调整 另外你也可以再重新 比如说利用这个所谓的三角尺这里 把它按下去 接下来就是说 像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其实它的编排方式 就是会有一个所谓的标签 这个标签底下会跟着一个 所谓的栏位的一个文字方块 这个文字方块是显示 上面就是所谓的它的一个栏位的名称 那当然你这个地方 也可以做适当的调整 比如说什么呢 你如果今天希望呢 它不要放上下 你可以直接把它放成 比如说想要把它放成左右的话 你可以再做一个调整 那调整的方式呢 就把它这个点住某一个这个区域 它会出现八个端点 接下来你就直接做一个调整 缩放 那缩放的方式就跟一张图一样 那比如说我今天呢 把这个标签摆在左边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 要移动它的话特别注意 这里我们可以 有没有它会移动的时候呢 直接点住这个区域的左上角 按住不要放就可以移动它了 比如说我现在呢把它改成左右的 再按一个检视 你就会看到最后的结果了 那像学号这边就显示 左边的部分就是它的标签名称 右边就是它的资料 那这个资料当然呢 会跟着比如说上一笔下一笔 做一个移动 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有一个所谓的上一笔下一笔 这个地方的话就下一笔的意思 下一笔的话就是102 学号102 再下一笔就103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所谓的箭头 这个就是最后一笔 最后一笔 最后一笔的话呢就是学号115 那第一笔的话呢 这个地方跳到第一笔 就是直接按这个 直接就跳到第一笔了 那最后面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符号的按钮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新增一笔资料 比如说我今天呢 学号里面最后一笔是115 那刚好有一个新来的同学呢 那他要新增资料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按一个新增一笔 新增一笔之后你会发现 最后面就会多出一个16 也就是说你接下来就可以把他的资料115 然后呢他的名字 比如说呢 我们假设这个叫做 比如说我今天给他 新来一个同学 他的名字叫做 叫做王小明 他的性别 王小明应该是男生的 所以性别打勾 身高的话呢 比如说他的身高170 体重的话呢 50 那4例的话呢 0点 假设这样子 血型A型 那有没有保险 有这样子 那接下来你会发现呢 如果你把它再往前一笔 往后一笔的话 现在资料就变成16笔了 那改完之后的话呢 我把它关闭 这个地方我先把它关闭起来 他会问你说要不要设计品工学 那刚刚已经输入一笔 可是这一笔资料 你再找一下 刚刚的这个资料表里面的 学生健康检查表里面 他就会新增一笔 第16笔了 也就是利用表单 可以当成一个 这个所谓的介面 这个介面呢 就会比较漂亮一点 你可以自行的安排 然后呢 也可以让人家输入 输入之后呢 一样在资料表里面 也会产生一笔新的资料 那这里的话我想 你们先试试看 就是利用上个礼拜所做的 比如说呢 把这个学生健康检查表 这里先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做一个适当的调整 用这个三角尺的箭头 这里把它点一下 然后呢 稍微做一个调整 当然这个位置的部分 你可以做一个适度调整 另外当然我有讲过 上个礼拜 比如说像我这个边边的部分呢 希望让它往右边一点点 你也可以把它拉宽一点点 因为呢 它这个区域 到时候看到呢 这边会有个空白 那看起来不好看 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呢 要把那个空白 看不到的话 你就直接把它往右边拖拉 那其他的部分呢 当然 这一个表单的 它会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是所谓的表单手 详细资料 跟表单位 那这部分的话呢 更代表什么呢 我想你们先试着 先把上个礼拜的部分呢 把它做一个调整 比如说学号的部分呢 然后再换一个位置 比如说把它放在上面 另外呢 字也可以放大 如果原来十号字太小 你可以把它稍微放大 放大成十二 比如说十二的话呢 它就直接 甚至里面的这个字的字形 或者颜色 都可以再变更 再变更 那变更完之后呢 就会看到最后的结果 那这个地方格子太小了 所以字会看到一半 所以你把它往下拖拉就可以 那最后呢 你就利用这个地方 上一笔下一笔 在最后一笔的地方呢 再新增一笔 那这里的话 我想你们试试看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哦